台积电2022年是否还能够再创新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天涨势汹不汹的台积电 台积电到底是一家怎样的企业 为什么能在2020年股价实现翻倍之后 近期又出现大幅增长 台积电是一家芯片制造商 想了解台积电 我们就必须要对芯片行业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芯片行业总共分为三大玩家 一个是芯片的生产 一个是芯片的生产工具 也就是光刻机的制造商 一个是芯片的设计 最后就是芯片的生产 光刻机的制造商目前仅有阿斯迈尔一家 芯片设计公司相对会多一些 包括像AMD 高通 英伟达 以及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 当然还有苹果和微软这两大巨头 而专攻芯片制造的最著名的公司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台积电 整个行业的生产流程 为芯片的设计公司 在设计好芯片之后 找芯片制造公司来代工 而芯片制造公司 则必须有光刻机 才能够完成芯片的生产 另外 芯片行业内 还有少数企业 同时参与芯片的设计与制造 目前只有英特尔和三星这两家 他们自己设计 自己制造 所以站在台积电的角度来看 光刻机公司阿斯迈尔 作为他们的供应商 英特尔和三星 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 而苹果 AMD 海思半导体等公司 都作为他们的客户 台积电目前在行业中的地位 是怎样的呢 台积电是一个专注制造芯片的代工厂 不过 同为代工厂的富士康 和台积电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芯片制造对于技术来说 是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 门槛非常高 比如芯片制造的光刻机 目前阿斯迈尔一年只生产40台 计划将在2022年扩大到55台 2023年的产量将增加到60台 光刻机的供给量增加 也是十分的缓慢 许多芯片制造企业挤破头 也拿不到一台高端光刻机 台积电作为光刻机公司阿斯迈尔的股东之一 自然是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这样就给台积电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产能优势 也就意味着台积电具有很强的溢价能力 目前芯片制造行业中 高端制成的公司 其实只有两家 就是台积电和三星 而台积电目前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 从市场份额来看 台积电占据了芯片制造一半以上的份额 台积电在芯片制造上的垄断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较图属的有两方面 是台积电的技术优势 另一方面是它只专注于芯片代工的商业模式 那我们先说第一点 技术领先 相信这一点 基于芯片行业的共识 台积电的技术目前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并且芯片的研发速度较快 相信这个地位还是会继续保持下去 并与其他的厂商拉开距离 另一方面是其只做代工的商业模式 我们拿三星来举例 三星既可以给自己的产品制作芯片 也可以给别人做代工 这就导致很多三星的客户 同时也是它的竞争对手 而芯片设计往往是一个品牌的核心机密 这就导致很多公司 无法放心地把芯片交给三星 而台积电只专注于芯片的制造 并且对于其客户的保密工作 也是非常到位 相对来说 其客户面将更加的广泛 曾经用三星作为芯片代工的苹果 在15年的时候 就将整条的生产线移植到台积电 那目前来说 是越来越依赖台积电的代工 可以看到台积电占据了芯片制造行业的先天的垄断优势 在不断挖掘业内的新的机会的同时 一旦签订合同 又能够持续增加用户粘性 这都是这家公司作为我们投资的一个保障 那近期啊 台积电也公布了财报 财报的情况如何呢 台积电这两天之所以长得这么好 是因为他们的财报非常的出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自己未来和整个半导体行业 2022年的最新展望 那么先从他的营收说起 台积电呢 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营收高达157.4亿美元 环比增长了5.8% 同比呢 增长了24.1% 去年第四季度的营收不仅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而且呢 再一次的刷新了历史记录 如此漂亮的第四季度的业绩也让2021年全年的营收增长高达24.9% 台积电在利润方面的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 去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环比增长了6.3% 同比呢 增长了16.5% 股本回报率也就是ROE 高达31.3% 这是非常非常优异的成绩了 作为制造业的一员 第四季度的毛利率也是给出了十分不错的答卷 高达52.7% 毛利率呢 虽然说同比下降了1.3% 但是环比增长了1.4% 这就意味着芯片的涨价给台积电带来的利润 开始慢慢的弥补高阶芯片的制造成本增加 那至于芯片的收入方面 对比第三和第四季度 5纳米的芯片收入占比再一次提高 5纳米的芯片营收占比从去年第三季度的18% 在第四季度提升到了23% 预计啊 这个趋势在未来还会继续 那因为采用了5纳米芯片的电子产品是越来越多了 在业务板块收入方面 2021年的高性能计算 HPC的营收比前一年提高了4% 相信随着未来对于CPU GPU以及人工智能 也就是AI的高速增长 HPC也将会给台积电未来的长期营收 带来强劲的动力 除了HPC的营收比例增加之外 2021年汽车芯片的收入也从2020年的3%提升到了4% 因为去年汽车芯片几度短缺 所以说汽车芯片的产能也因此提高了 但是以上所讲的都不是这次财报的最大的亮点 这一次财报最大的亮点是关于2020年的一个整体的预期 也就是台积电认为 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会在166亿到172亿美元之间 预计同比增长会在28.5%到33.1%之间 这个预期的营收增长率明显要高于去年的增长 也将会让台积电在今年第一季度继续突破历史营收记录 不仅如此 台积电预计2022年全年的营收增长会在25%到29%之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放心的预期 正是这次财报的最大亮点 也是台积电在自从财报公布之后大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之所以台积电会预计他们在2022高于过去的10年 所以说台积电在未来还是十分有潜力的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和转发 2022年会有如此大的增长 那是因为整个半导体行业在2022年以及以后都会备受瞩目 包括现在炒得火热的元宇宙的话题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台积电的资讯 请联系小助手获取本期最新的股评报告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